沈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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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竟然 突然間就說60歲要退休了 搞到整個 傳媒界立即報道你 大師 你離開了我們之後 那麼很多師奶 那就節省很多錢了 不會被你 累到輸死了 那怎麼辦呢 那就多了很多 很多 飯菜吃了大家 因為可以加飯加菜 不用輸那麼多 那麼愛好沈大師 沈大師 這位沈振營先生 就是一位很出名的 徐經演員 當然有人說我是古評人來的 沒所謂一句 那麼他代表了什麼 一個這樣的人退休 其實 後面意味著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 事件 但是可能大家都是這樣講完就算了 講一下他的生平 講一下這些老老司話就算了 我希望 我今天可以說到一些 很精彩的一個革命給大家看 你又可以知道 原來的世界 在你的背後發生了很厲害的事 你是應該要穿透一點 去替通替頭 好了 稍後再說一下 這麼厲害的分析 我當然是說我的分析厲害 難道是說我的分析差嗎 我可能是 劉大書來的 然後先說一下 這些財經演員 其實就是由 2002年初 蔡東豪那時候 用 袁復生的筆名在信寶那裏 先說的 因為大家都 有位姓陸那些先說 因為 利智一鳳那些說股票 升升跌跌 又買一些 其權 這些老老的東西 搞到很多小市民 發財了 會搶錢了 諸如此類的東西 大家也會衝過去 買IPO 新股 於是 很多電視台 電台 諸如此類的都請這些證券界人士 跟他們 分析一下 拿下收視 而且有很多 有關於 這些財經的公司 也會在那裏賣廣告 買什麼牛證 什麼紅證 他們就找到色 所以這班財經演員 特別受歡迎 這裡有請 各路請 各個台都要請 電台又要請 網台又要請 非常之多人 開始 吃這一門飯了 於是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這個其中很出名的 沈大書先生 他們通常的手法是什麼 不符幾樣東西 出了名 然後開班 一萬 兩萬 三萬 開了一個班 然後一萬多元就說 哎呀 你去跟政府拿回一萬元 那裏可以的 你就得到這裏了 扣回兩三千元就可以了 然後 那時候好像聽說 也有一千萬 政府的錢是因為這樣 給了這些 大書先生 帶不同的先生 賺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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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完班 在班下面 說什麼都不重要的 叫你在他們 貼著那間的證券公司 開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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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IPO的時候 告訴你 扔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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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發達啦 跟著 有些什麼新的股票 或者將會爆發的他告訴你 快點快點快點 一起去托高股票 那你又以為有得分 微信女也有啦 這些 這樣的財經演員 當然也是扮演同一樣的角色 所以有時候就去旅行 去旅行啊 去旅行啊 原來後面有些上市公司 然後 不斷吹 不斷吹 上市公司 那些二 三線 三 四線 四 五線 五 六線 那些上市公司 逼他們 哇 聰明啊 大家就跟他們 買了股票 現在一夜倒下來 或者是牛紅症 世價股 砰 大家就玩完了 於是 這個遊戲 就可以繼續下去 這班財經演員 就可以賺錢 因為有些人很心急 去賺錢 這班財經演員的代表 沈大師 沈大叔 就說收山了 因為原本他做的那間 信會證券 大家也有說過 現在這些證券公司做什麼 很多人 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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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玩你 香港的股票 經常跌 價位又少 浮動又多 別玩的 於是 大家都不 怎麼玩的 越來越差 當然要倒閉 倒閉 就會退休 這位沈大舒先生說 我都會繼續做KWL 當然是啦 還有人要找你的 後面還有很多好處 你就可以影響到一些人 於是沈大舒先生還是堅持他自己說 現在股市低啊 快點大家去買 騰訊一下你 還要買這個中石番中移動 他整天說的 你相信他 你就輸到金了 從來未見過 那條下跌軌道那麼誇張 但是他死不悔改 因為 因為他背後 是買賣這些股票 那當然啦 難道你買美股他有好處嗎 所以叫你買啦買啦買啦 背靠祖國 買啦買啦買啦 越買你就越輸 聰不聰 聰不聰 你聽他說話很有趣的 這個60歲的沈大舒先生 他說92年已經是投身這個證券界的 其實也不太長時間 我們見過很多牛市 熊市 這些老老老 現在最驚訝 當然是說 你說港股四萬點 他說最好去到四萬 但是三萬一定可以 這個傻傻傻傻傻傻傻 你相信他 我希望他把所有政府的身家 退休的錢都放進去 那就對了 不如 賣光 call的期權 那就行了 我就順利了 旗子 一直買call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是不是變成五億萬富翁 嚇死人了 跌到現在的時候 他都說不要緊的 跌下去最多就跌到萬二萬三點 不就是我講的那個價錢 今年我說 然後他說再跌 最多一萬零幾了 這個已經是海嘯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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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海嘯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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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有原因的 現在國家不讓你無罪擴張 這又不讓你做,那又不讓你做 拆散了你,看不看到 不准你 做這件事,接著要控制 基本上要控制,那樣要控制 你的金服都沒有了 你還說升一倍都發達了,幾倍變了十幾倍 你都瘋了,升有可能 有什麼原因呢 他不解釋的,不會的 只是說,這樣升一倍就發達了 真是癡癡的 不用分析的 純粹說跌到這麼低,隨時回一回就已經發達了 是這樣的 你看,Tesla倒下了,Tesla倒下了 Tesla倒下了,100元的時候倒下了 倒下了100元,人家有100-150元,那些韓國人 不斷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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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現在這個價格好倒下 浪費一點 你厲害了,你厲害了 經常都說Google,Amazon,Apple,Meta,Metalsoft,Nvidia,這些 糟了,一定不賭了,說了幾年了,人家一直一直上升 打仗又一直上升,什麼都上 他仍然是這樣,很高息,他也是這樣上 他也是 會掉的,隨時會爆破的 但你問一下他,為什麼爆破 他不會說 因為他只是希望人家去玩 香港股票 他跟他的公司有好處 笨到 笨到沒有朋友 當然 如果你願意聽他說 你進入了他這個宗教的話,我恭喜你 因為在過去那幾年,你一定輸到媽媽不認得 真是極死人 他又永遠懷疑 現在你美股 即是股值非常之高 你不如回頭是岸 不要啦 隨時去暴入衰退 你死了 別人現在已經是最高息 然後 就算 你說今年不是怎樣選擇很多息 都 沒什麼可能 暴入衰退 你說 突然間有什麼意外 即是上次我講過了 商業樓的 爆破 有肯定有一個影響 但是 你說暴入衰退是兩回事 不會影響到所有人 不會為一個很長期的衰退會出現 他插一插,這次可能會回來了 這就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因為經濟的動力 仍然在AI 在高科技那裏 你做一些 舊的事情 現在 中國 香港 被美國的科技制裁 你無緣無故會 上來 痴痴地線 越來越跟歐美國的科技的距離越來越遠 怎樣呢 你這麼落後的東西 就可以 很厲害呀 救命 還說看今年 真的很快的 你三月就會18000點 你相信他 你應該買 我覺得 沈大書 你應該公佈你 將付身家 不知你多少 三五千萬還是三五億 都攀出來 買50% 全部買了 call 西微 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 沈大書 真的是人民英雄 這樣才可以的 不然 怎麼說 然後 他又會說 碧桂園 融創 這些公司 債務被人誇大了 沒有那麼多 真的誇大了 你又買一下啦 不如現在跌到那麼低 對不對 對不對 好便宜呀 碧桂園 幾毛錢呀 買了嗎 薄了嗎 好像六五幾 六五三 放些買吧 大佬只剩下幾個% 三點幾個% 比起高位的時候 還買 阿森大書先生 你就不對啦 你又不肯 跟別人說 分析 這件事 很划算 誇大了 不用怕 你又要衝進去 但是他又不買啊 你又叫你買啊 你死不死 人家的財政 不是那麼嚴重的 誇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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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被他激死 還要說香港 很厲害啊 你看看很快 中東的資金就來了 唉 真的只有笑 那你是不是 到處 大家看到那些 中東 那些回教的人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哎呀我們很喜歡這裏 我們不去 回教國家 去做投資 我們全部都離開香港 因為很聰明 你真是傻傻的 當香港的人 傻的 真是 我覺得 財經演員 其實 你做一下演戲 大家當得一口笑 沒有所謂的 但是因為 你有誤導性 是會令到 一大班香港人 不是很懂的 就真的會 糟糕的 這件事 他的退休 其實是香港的一個祝福 不過 不過這樣 沒有了一個沈大書 天天萬壞的沈大書 還會有很多 難道大家會相信他 明年恆子 今年是2024年 3萬 衝上4萬 是有機會的 但是 3萬就肯定了 上網3萬 大家看看 你相信他 就好買多些 藍籌股 真是 極死 那麼 當然 透過我們看這個沈大書先生 他在60歲 跟他之前一大時間 他真的不停地說 但是 他繼續可以生存 還有人聽他說 這個也是一個 很奇特的現象 但是他在反映什麼 就是這個人 他終於要離開這個市場 實際上 是代表什麼 我告訴你 我的理解就是 一個時代的結束 地區性的股票 香港 台灣也好 甚至乎是新加坡 或者很多歐洲的國家 這些地區性股票 因為以前 你是住每一個地區 那你就熟悉他們的公司 理解他們的經濟情況 你就去賣他們的股票 對不對 但是 到了這個網絡年代 已經徹底改變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 跟他賣廣告 比如有牛牛 有很多美國的 公司 他可以跟你開個戶口 你可以直接 賣到美股 你只要傳了錢進去 好玩 透過高速的網絡 記住 要高速網絡 即是3G 以上 現在已經去到5G 你就可以即時看到 股價的變動 說美股 你想一下 整個是多好玩 美股市場很龐大 很龐大 很龐大 而且 如果你玩慣股票的話 你看到有某些股票 好像Tesla 那個升跌 很誇張 一天有事 10%都會看到 嚇死你 上了60% 如果你買期權 買call 或者買put 真是 二倍數計有機會出現 你猜 多麼誇張 刀仔鋸大樹 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很多人 就會慢慢 放棄了 買這個地區性 例如香港 台灣 他們自己 馬來西亞的股票 玩美股 這件事 是一定要去到 3G以後 才能出現 這個網絡 還有 這些 移動的 手機 iPad 有了 去到處都可以 這件事 這件事 是把 大家 以前喜歡投資的模式 改變了 投資美股 玩得開心 玩得過癮 你看看 裡面有很多東西 快速 方便快捷 很快就成交了 接著 那個 整個Pool 很龐大的 於是 大家會感覺到 這件事不是討論字 沒什麼造假的 很難啊 那麼多錢是不是 心理上 他會相信 你很容易可以 透過一些 移動的網絡 手機 iPad 你去哪裏都可以 嘟嘟嘟嘟嘟嘟 有時候 好像在英國 英國有很多人看到 西人 因為他們沒有錢 錢 他們都買了 EDF 但是 華人就有了 有些人移民之後 沒有東西做 他就是 讀一下 他們覺得 我都可以 賺到錢 當然會輸的 多了 對他們來說 有資金 他就可以找這件事 成為他們平時 休閒 他們的生活 賺錢 的方法 又有免手續費 不像你地方性的股票 又像港股 還要收緊手續費 搞錯啊 開會又不用錢 很簡單的 撲一聲 搞定 然後 拿了手機 開了app 你即時可以隨時買賣 最重要的一件事 港股做不到 他可以 不用條件之下 就可以貸款 這件事 令到很多美國人瘋狂 因為美國人 說你的credit 怎樣 我才去借錢給你 很麻煩 但是 你玩美股 不需要 你有錢在裏面 你有股票在裏面 他就借錢給你 你真是開心到 為什麼 那些平台 很多時候 給你apps玩是因為 他可以在借錢 有一個 很高的利息 所以無緣無故看到 跌得很誇張 為什麼所有借錢的 一次過死了 一個反向 原本全部衝向 上面的 突然間 跌了 跌到穿了底 連跌很多位 接著你借錢的 就斬倉了 玩完一斬倉就倒下去了 很誇張 所以 很好玩 因為風高浪急 你玩地區性的股票 好像港股 浪費了 有鬼的好玩 別人的好玩很多 所以呢 你要學會 不是呀 我不賭正股 我賭了 說了 買吧 投資 不玩正股 玩什麼 玩 既權 可以玩spread 可以 sale call 可以sale put 很多軟化 很多種的 我都認不完 專家很多 認識的 那麼 你每一次 看著 聯儲局意識 究竟 勝還是跌 還有 公司業績公佈 跟著有CPI又要公佈 每一個星期都有很多很多東西不同的公佈 一公佈的時候 當然剛才的大跌 大升大跌 影響都很重要的 股價就可以 如果你買了正方向 十幾二十個巴仙 小儀科吧 嚇壞人 放在銀行那裏 之前現在好些啦 45% 56% 之前 只有1-2% 你看一下 股票 一分鐘就有了 害怕 厲害 跟著 你看一下 借貸真的不需要審查 很方便 所以各個地區性的股票 例如港股 它就會先是萎縮 然後 慢慢 就會被這個美股 這種 那麼方便 快捷 好玩的 美股 將地區性的股票 證券市場 消滅了 這個真是一個翻天覆地的革命 所有全世界 大家正餘的錢 喜歡玩股票的錢 全部都去了美股 現在的勢就是這樣 你身邊也有很多朋友 以前 我也是買香港港股 要購買一些 小價股 現在 大量的不是小價股啦 有些被迫變成小價股 有些是中型股 真的經常 都沒有幾萬元 或者百多萬左右 百多萬都沒有 交收 死不死 很多 我看到 很離譜 因為 沒有興趣 你越是不動 沒有興趣 又沒有莊家出來運作 但是 你看看美股 不是呀 那裏很好玩呀 那裏 真的 大家拚著頭賣去 這個 是很厲害的一個革命 令到大家 所有的投資的錢 都去到美股 美國的股票 操控了全世界的財 驚 所以又出現了一批人 就是 專業的Trader 全世界你都能看到的 去到不同的酒店 又或者風景區 他們會享受他們的電腦 兩三個 貼在一起 然後就Trader 那班人 很厲害的 有很多AI 或者很特別的工具 當然 網絡上 或者不同的公司 都有些軟件給他們 例如即時可以看到 其權 買賣、交易 到底哪些錢入得多 突然間有一大堆錢 走進來 他看到 然後他就可以 即時跟人去買 有很多這些訊息 甚至乎有些人 做了整體 即時分析了所有東西 告訴你 你就應該怎麼做 當然都是你自己的分析能力 看股市的方法 專業的Trader 真的嚇死你 一個月 普普通通的幾百萬美金 賺他們 很隨便 你 你 還要去看這些審大書 真是 笑話 在網絡上 有的 或者在不同的平台上 有的 不同的人 有中國人 也有的 大部分 講不同語言的人 英語的多 他們是很厲害的 專業 Trader 他們有不同的方法 你 如果你看得到他們久 你會知道 對呀 他們的方法很特別 就告訴你買哪一隻 什麼時候賣 什麼時候貨 當然也有很多 自命是專業的Trader 他們會是 一天 買賣 100幾200次 幾百次都有 很短的 利用其權 升跌 賣 賺錢 你看到 原來 在經濟下滑的時候 他們一樣可以賺到很多錢 所以有時候年輕人會說 哎呀現在越來越難賺錢呀 很辛苦呀 Not really 不是一定的 我們看到 有很多 高手 他們在這個美股市場 賺很多錢 真是 根本用不完 他們經常都說 你看到什麼時候賣 他們把資料都傳出來 買之前就告訴你 小心啊大家 諸如此類有很多 這些Trader 專業的 非常勁抽 他們後面的理念 一看一看一看 很厲害 都是一些 不同的行業 出色的人 他們就是 掌握到某些 每人的方法是不同的 而這些專業Trader 就告訴你 不要緊 公平競爭 大家捏一下 真的贏了很多錢 幾百萬美金一個月 厲害吧 很多人真的賺到 純粹是玩一下 有時候也要玩一下 其他股票 所以我們說 不一定是說 你看到 現在的世界轉了去 網絡化之後 生意難做 還有很多事情好做 是不是 我希望 你也可能會成為一個專業Trader 不過小心點 我們看到很多人 就在進入這個專業Trader的途徑當中 就掛了 小心點 他們都教了很多方法 就是叫你 用最少最少的錢 學習 買回幾年 成長 學懂了 才慢慢 你掌握了 賺到錢 真的拿到能量 你才去做 在這裏看到 世界其實就不斷轉變 是不是 我們不需要對經濟 滑落的時候 就這麼灰心 因為 滑落都可以賺大錢 看看 你 懂不懂 每一個人 都可以透過世界轉變 找到自己的定位 因為 那些位置 不可以再跟 一定要讀什麼書 讀什麼書 不一定的 賺到大錢的人 因為他知道 革命來了 他們走在革命的先鋒 厲害 這句話是不是很厲害呢 希望其他KOL 都可以明白 革命 不停來 例如說 我們香港做KOL 一大班人 都是 讀稿讀稿讀稿 90%都是讀稿 說兩句自己的意見 就算了 我想 就好像沈大叔那樣 不可以了嗎 老闆 只是有知識 讀稿 你的知識 都是讀稿 對嗎 這樣就行 會不會 受眾 網民已經不喜歡這件事 他們希望你有 看到更 精彩 你的分析 例如說 見到沈大叔退休 不要只是見到笑他 什麼東西 你要猜不猜到 推不推到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 革命 沈大叔退休 代表了 整個 政券市場 一個翻天覆地的革命 你 如果有這些穿透能力 你的 網民 就會支持你 這樣才可以 跟網民一起 按訂閱才會更多 是不是呢 我這次的subscribe 會不會更多 大家 要欣賞的話 給多些人 看 分享給更多人的影片 幫一下我 這樣才行 我最後 就 總結一下 好像 這種 革命性 情況 究竟 總結出什麼呢 世界上 大家都是競爭的 但是 到了現在 這些競爭激烈的情況 做的是什麼 強者敗 更強者勝 這句劉定烈以前做漫畫 創作出來的 強者敗更強者勝 玩股票 當然是啦 還可以用沈大叔那樣 隨隨隨隨的方式嗎 我們祝沈大叔生活愉快 不要再為禍人間 恭喜他 希望大家喜歡 點贊 subscribe 還有share這條影片 給 你的朋友 幫一下我 拜拜 好